中小企業 我是AI科技同盤生物人 我想我今天來分享 就是我們公司是中小企業 我們從中小企業裡面 我們在品白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做的整個歷程裡面 我們來分享我們怎麼走過來 那今天主要分享在 我們在跨境溝通這件事情 我們做了哪些 面臨了哪些挑戰 來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的主題 那首先我來介紹我們公司 在我們整個紡織產業台灣 目前其實蠻有競爭力的 比如說台灣在全球紡織產業裡面 其實也是排紡織出口大概有第8年 那技能性它非常強 所以你看到技能性紡織品 在台灣大概有7成 全球大概是所有的 所以這個產業在創會裡面還算蠻高的 那在整個紡織產業的價值鏈裡面 我們就要是扮演在藍整這一塊 就是跟顏色有關的這一塊 從石油抽砂到織布染色 過程裡加工到成衣到銷售到百貨物 所以我們在染色這一塊做出它的差異化 就這一塊是我們的整個產品的領域 那在目前我們是全球第一 全球唯一台灣第一 在藍整廠裡面的顏色中的解決方案 是我們唯一 但是在提供一些自動化、標準化、無論化的解決方案 來協助產業做數位轉型或是ESG的轉型 那我們也是全球唯一 全球第一 我們在幻市裡面 我們有一個產品叫Dispenser 是全球做ODM 應該算ODM第一 全球銷售我們有五十幾個國家 那我們從93年到現在 我們已經有三十幾年 從公司裡面不斷地去做研究創新 所以基本上我們累積到現在大概六十個轉例 那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品牌盤查這件事情 重新去定義我們公司的使命願景 也就是我們在ESG跟數位雙手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能夠協助我們紡織產業 做最智慧高效的生產決策 那我們在整個產業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在智慧製造的這個領域裡面 能夠當裡頭一樣 那如果透過我們公司的文化去把它落地 那讓我們公司未來能夠永續 所以學習傳承、認真團結 就變成我們公司很重要的一個文化 那在我們的整個核心裡面 我們就是在研究創新是我們公司很重要 而且我們是客戶端去體驗之後 回饋給我們市場上的需求去做開發 所以我們是客戶導向的創新 不是實驗室裡面自己想的創新 而且根據客戶的需求去客製化 那根據客戶的意識性來提供 他跟我們共同討論出來的方案 來最符合他的需求 這也是比較特別 那我們學習當然有在地化服務 我們除了自己好之外 做品牌這件事情 我們能不能帶著大家一起在品牌路上一起走 所以我們在過去1998年 我們進入東南亞市場的時候 我們伴隨著紡織產業的移轉 我們就進入了這個國際市場 我們進入第一個泰國 那我們攜手我們的紡織產業的夥伴 所以我們跟紡織產業研究所 還有我們一些SI業者 還有設備業者 我們一起組一個MIT的國家隊 在那邊一起打群架拼經濟 這是我們當時建構的A-Team 那品牌的發展歷程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非常感謝 這個我們經濟部 以前叫工業級 現在叫產業化產術 還有我們台經院 可以把台灣精品協會給我們的協助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2020年我們真正 其實我們已經30年了 我們怎麼樣從這個領域裡面 再去透過品牌讓我們客戶認同 增加我們工資的溢價力 這個是我們當時想要把品牌在全球裡面 我們希望做到世界第一 這是我們的夢想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台經院給我們的協助 那我們從2020年這個過程 從品牌動搭 也是最辛苦的是這一年 因為我們在這位品牌 所以我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所以透過品牌動搭這件事情 重新去盤點我們客戶外部的心血 還有我們內部我們的同仁對公司 到底他對這個公司的認同都怎麼樣 那透過一年 透過Teva精品協會幫我們做Branding 我們去把它找出來 那最後我們把我們的使命願景同心整理 這是第一年 第二年的時候 2021年我們就開始做數位體驗 我們把我們的官網 那時候的官網真的是我們現在回去看 我們那時候怎麼那麼弱 怎麼會做成這樣 那個團隊一次委外做 怎麼會做成這樣 那今天來看我們的官網 我們透過整個重新設計以後 我覺得看得太簡單 我們也一年就可以做好 結果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去建構 因為我們是做V2V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必須要很多客戶的成功經驗 來做很多素材 所以我們在花了兩年的時間 慢慢去建構我們的3D的體驗館 我們建構我們的手入群 讓3D的展覽館慢慢把它呈現出來 最後我們花兩年把它落地 那在2023年的時候 因為碰到COVID-19已經這麼多狀況 那我們怎麼樣再去提升 那在面對中國加一 產地要移到其他國家的時候 下一個機會在哪裡 其實印度市場我們已經均居20年 但是印度市場都做得不好 所以我們就鎖定 所以假設中國市場起來之後 我們下一個機會在印度 那我們能不能透過這樣的機會 在印度市場把我們的機會拉出來 所以我們就鎖定目標市場在印度 好 好 那我們這個思維裡面 我們公司的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90%左右大概外銷 台灣的營收大概10% 所以我們要擴大我們公司的這個營利 所以我要提升了機會往海外走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在海外裡面能夠擴大營收 這是我們的成長策略 好 在目前我們整個區域裡面 我們就是在國際市場的進入策略裡面 我們涵蓋有自己從代理開始再來核資 再來是讀資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組合來進入這個國際市場 那做到一個份額之後 我覺得我們公司的服務一定要到位 所以我們就希望我們自己有服務的團隊 那我們的代理商人一定帶領很多品牌 他不可能他的工程師來專注我一個品牌 那我們就跟他協議 你的專業在科務關係、勞動法條、稅務 那我們提供產品跟技術 那我們來核資 我們節償補短 我們強強聯手工程略地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核資公司 第一個在泰國 我們占60%他們40%的比例 那接下來我們就已經有國際市場進入策略了 有經驗之後我們就設獨資公司 然後在去年我們就開始印度市場 我們怎麼設工廠 所以下個月我們印度工廠就會開 這個大概是我們全球目前的狀況 好 那我們在經營策略裡面 營業計劃每年都在做 我們能不能去看五年 想三年、做一年 所以我們在印度市場裡面既然要做 那我們必須要用空金掀起 我們怎麼透過數位行銷 最後我們透過陸軍來解單變遷 這是我們的Store 好 那我們面臨到什麼樣的挑戰呢 那我們去突破做了哪些 我們還有哪些效益 第一個呢 我們在印度市場是明度是沒有 雖然做了20年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知道印度市場要的產品是 歐洲、美國、歐美、日本、台灣大概排第三、第四才會買台灣 所以我們是沒有知名度的 那我們怎麼透過這個行銷來做 所以我們每四年有一個紡織大展 在米蘭去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鎖定這個 那我們就開始4月開始做這個布局 所以在跨境這一塊 我們是透過面臨到這樣的狀況 好 那我們從品牌出發到品牌地位 怎麼去建立我們的江湖地位 那我們必須要把目標市場 我們要找對人、說對話、說對視 所以我們目標市場很清楚我們的TA 很清楚我們在印度 那我們怎麼 我們品牌定位我們怎麼去傳播、去溝通 在什麼平台去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我們也謝謝曾觀和郭文就位指南 協助我們在品牌 我們用五大主題 這個九道切角 透過品牌推廣的施政 它解構再去落定 那我們產生了哪些效益 第一個 我們的整個這個印度蘭 那個法克利爾 當時來增加26% 我們A級跟B級 A級大概一級裡面才可以成交了 我們就成長 印度市場 我們就立即收單、邊線、成長15% 這個例子很典型 就是說 數位轉型這件事情 印度是要做的 所以印度 在台的使館就找我們去他們 對他們這個使館裡面講 台灣在訪這產業裡面 數位轉型是怎麼做的 請我們總經理去演講 演講完以後他們 這個 十月份我們到 印度有客人就幫我們撐 他就在他的 那個社群裡面 就 他說他跟我們台灣 劉亞洛基拉 買了一套設備 就曝光 你買什麼設備 大家就問 問完以後 他們就擴散出台灣 劉亞這家公司 所以在 印度聯合工會CI 他就組一個15個人的企業保護團來台灣 10個人是沒有來過台灣 那來拜訪我們 那透過印度的使館這邊來安排 最後呢 我們在12月的時候 已經正式拿到三張全場的訂單 這是透過這一次的知名度 所以我們在9月份 我們跟那個 波音科技的莊董 我們就組一個 印度的一個AQ 這是我們之前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們在整個過去跟做完之後 我們有一些變化了 以前我們在這個數位的流量裡面 其實我們成長非常高 印度市場真正使用我們已經大幅的增加 以前我們是沒有的 那我們在整個曝光度裡面 我們總共來到1500多萬 點擊到17萬多 那進入我們光網的大概5萬多 我們基本上每個禮拜 可以收到全球各地 沒有進來要收取我們的產品 行路 很多不是以前我們經營過的國家 我最近才在中亞有一個塔吉克 我聽都沒有聽過這個國家 既然讓我們幫他規劃全場設備 好 那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怎麼去落地 所以在整個過程裡面 不管是傳播 這個過程一套工具 我們自己公司怎麼 透過顧問公司輔導之後 你怎麼去內化變成自己的SOB 我們同仁要把它內化下來 所以這個過程做品牌是親自帶對 我自己去帶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過程 建立完以後 到我們的KM裡面去 所以從品牌 最後我們希望透過品牌定位 再去傳播 透過正常的訊息的溝通 讓我們的客人體驗 留下品牌的印記 現在我們在印度式致命品牌 那 我們從這個工具裡面 我們也用MOT這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 我們從2020年 在這個品牌 盤場的時候就開始用 那第一次用在我們台北的房子站 所以從這個學習 2020年開始所有的展會 我們都用這個工具去體驗 在這個什麼時間 什麼狀況下 我們這個展會的人走過來 我們希望讓它得到什麼訊息 我們希望讓它留下什麼印記 基本上 我們每一個展會的設計 每一個主題都有給它 我們去透過MOT 去把它落地下來 所以這個工具我們已經從學習 第一次的2060開始用到現在 那也就是說 一樣是結構落地 從五大主題 九大切絞 我們從產業的趨勢 專業 成功案例 活動訊息 透過六月份 米南的一特馬展 我們在 11月份去年 我們在上海的一特馬展 這兩個展是我們全球最大的展 好 那我分享幾個 我們在這個案例裡面 我們把品牌定位跟我們的內容訊息 去傳播出去 這是我們所有的文案 我們現在團隊裡面可以自己寫 好 這是我們過去的跟現在的不一樣 好 那我們團隊內化知識學習成長這一塊呢 我們第一次在米南展的時候 我們是團隊透過管部來把我們設計 米南展我們要怎麼去做MOT 到11月份我們在上海展 我們展會有180平米 很大 我們去設計怎麼樣 我們團隊怎麼去設計 跟我們顧問公司怎麼樣把體驗設計落地 那這就變成兩次很成功的一個 這個行銷 這是我們展會的設計規劃 到社群的經營 到現場 我們這個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會場裡面有開研討會 每一個人都給他一個耳麥 那不會有干擾 而且那個場次會覺得你這個很專業 好 那我們的補校資料 我們印很大的一個海報 讓他帶回去留下印記 其實每一個都有設計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我們的行銷展 從我的 他已經來了在會場 他已經來了20年 從我邀請我董事長秘書開始 我說你來今年做行銷 我們小公司哪有行銷展可以 那麼貴 先來見 放便宜 當然有加薪 那我們怎麼樣做 那他從不會 我們帶領從2020開始這樣移入過來 我們真的把我們公司的品牌 在他的這個過程中 讓他一步一步建構下來 我們的KM 現在我們已經都建立在我們的KM 知識管理系統裡面 我們現在團隊裡面 都用這個標準來做我們的行銷 OK 這是這個要回的知路 我們還是謝謝台經驗 謝謝周虎 那我們這個 因為在這裡我們才學到 我們要做品牌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這個過程沒有走很多冤枉路 如果在座所有的品牌之路有夥伴們 如果要往品牌這個路向走 就找台經驗來補到 一定會成功 會省很多成本 那我們有公司的品牌 當然你公司的值 產品的值一定要有 你才能夠相互相成 你的產品不好 你自己在做品牌 最後又被看破 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底層的公司產品 接下來做品牌這件事情 是相互相成 所以我們現在有江湖地位 如果品牌不好 我那個地位是不穩的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文化很重要 就是公司文化如果能夠建構下來 老闆是一代 如果有時間的話 那永續這件事情 才可以得到這個經營 才能夠變得更確保育定的地位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 我們在加速台灣重大企業投資裡面 我們投資的五億在今年已經動工 明年這個時候就可以還工 這是我們在今年重大的投資 我們希望在這裡建構一個 廣制產業的東南亞的提訓中心 在這個產業裡面 能夠變成全球第一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